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圆满神通就近注于诸佛菩提满足一切诸菩萨行 于诸佛所受一切至冠顶之际而常化众生行菩萨道 这里讲到菩萨是就近圆满 他自己已经达到可以成佛的境界 所以他得到诸佛的灌顶受祭 这个灌顶是过去在印度国王 这个王子要登基成为国王的一个仪式 从头顶灌这个水 这个浇灌这个水从头顶 那这个仪式代表是什么 这水代表的是智慧 然后灌到头也代表的是智慧 所以佛陀的水是代表智慧 我们的头是代表智慧 我们的智慧跟佛的智慧相感应 佛就会为他做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叫做受一切至灌顶之际 就是一个受祭的概念 那这受祭其实不是因为菩萨他的智慧 是佛给的 这个灌顶感觉好像是从佛这边给他智慧 这个地方其实是菩萨自己本来就有的智慧 佛陀的教法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 来自于我们的圆满 是自己本有的智慧 本有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就是把自己本有的功能开发出来 而不是从谁或者是从某一个权威人士当中 得到他的智慧 这叫做不假外求 那当我们圆满了这个境界之后呢 因为菩萨还有佛 他是已经圆满 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圆满 因此当他们看到了菩萨在修行 一切的众生在行菩萨道 他就能够知道众生他到什么层次 所以菩萨自己已经达到了最圆满的境界 他接下来呢 他就来常化众生行菩萨道 所以他知道行菩萨道的依据 是他自己本来就圆满的经验 因此他见到一切众生呢 他也会有同样的信心 什么信心 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啊 知道修行很困难 所以面对别人没办法继续坚持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啊 这个很辛苦了 不要坚持 但是如果你自己已经达到了 或者是自己突破了很多困境 你就会对于突破困境这件事情 就有信心啊 因为自己已经啊 过来人有经验 所以菩萨呢 他自己已经圆满了 突破种种的困境 降伏魔道 而且行菩萨道的过程 不断累积 广度众生的很多的资量 那越度呢 越顺手 越度越圆满 甚至于到最后呢 已经得到了佛的授记跟灌顶 那这时候菩萨的心 是自己非常有信心 而且最重要的 对众生也非常有信心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意思就是 他在菩萨的心里 他认为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熟 都可以成佛 这个成熟啊 就是一个善根 用成熟来辟育这个善根 这善根就像我字 如果成熟了 他自然就会散发出一种香气 乃至于甜美多汁的结果 但是不成熟的时候呢 你硬摘 他就会酸涩 而且呢 常常不够成熟的时候啊 他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众生的成熟 他就像是果子 逐渐成熟 那每一个众生 就像树上的果子 一定都会成熟 所以对菩萨来讲呢 没有一个众生 不可得度 只是我们要看 他的因缘不同 所以在菩萨的心中呢 他说我不自见有一众生 应可成熟 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熟 但是在自己的修行的过程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应该要用什么方式 那有些人呢 那有些人呢 修行很精进 有些人呢 他骨头蛇尾 那有的人细水 常流 可是不管每一个人的因缘如何 有的是静静退退 有的是坚持到底 那坚持到底的会成就 静静退退的也不表示 他就没有救了 所以菩萨呢 只是随着不同的因缘 在行菩萨道 但是他的内心 对所有的众生 可以成佛这件事情 是百分之百的有信心 以不见顾行得无畏 就近道彼大无畏案 不断菩萨行 不舍菩萨愿 随所硬化一切众生 现佛境界而化度之 视为菩萨第十五位 所以因为呢 对于众生可以成佛这件事情 有信心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成熟 因缘不成熟 我们先不度 不表示不度 就永远不度 只是等待适当的因缘 那我们在跟人互动相处的时候 也是如此 有的呢 比较成熟的 他在你的面前 他能够护法 他可以修行 甚至于呢 在精进用功上呢 都不需要去催促 他就可以很精进 很用功 但是有的呢 就拖拖拉拉 你不断的去互念大众呢 一直不断的鼓励大家 有些人就说 哇 这众生实在是好难度啊 我跟着好不容易呢 好说 逮说 他终于呢 愿意翻 拿起这个经典呢 翻开那么一夜 他就马上睡着了啊 那有的啊 就是你怎么样去说 怎么样去鼓励啊 他甚至于还烦咬你一口啊 不但起烦恼啊 还会毁谤 那到底啊 要怎么样来度众生呢 菩萨其实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 每一个众生啊 他就是早成熟跟晚成熟 所以我们就像抓这个栽树上的果子一样啊 要懂得 要懂得 果子熟的先摘 果子熟 你没有摘 他就烂掉了 措施得度的因缘 果子不熟 你强摘 摘下来的果子也不甜 所以呢 度众生要像菩萨这样 放长线钓大鱼 反正呢 菩萨就永远都在等着众生回头 如果有一天 我们只要哪怕有那么一念 我们愿意来修行 菩萨一定马上千百亿化身到我们的现场 甚至于呢 千处祈求 千处印 所以呢 不要怕自己这个太晚才修行 要怕什么 怕自己啊 没有相信自己可以成佛这件事情 所以菩萨呢 因为他自己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圆满 所以他可以相信一切众生也可以圆满 所以这是菩萨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啊 不只是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对一切众生也很有信心 所以这个第十个五位呢 他已经发展到啊 对一切众生也无所畏惧的 对一切众生成佛这件事情 也很有信心 也无所畏惧 菩萨摩摩赛的这十种五位啊 真的就是非常的有力量 只要我们的心无所谓 你就会发挥最大的功能 最大的效应 所以我们这三个问题呢 对应的是入法界无量回向 那这个回向呢 要能够扩大到最大 就是要等法界 要入法界 让自己的发心是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圆满了这个五位 从明天开始 我们十位法师会轮流来解释 我们的这个华言两百问的 每一个问题 各自有十个对应的方向跟答案 那我们呢 明天开始读这个 何等为不共法 那十位法师解释完之后呢 最后师父会再来做一个总结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在不一样的方向 跟不同的思维方向当中呢 可以在行菩萨道当中啊 如虎添翼 可以成就自己的最殊胜的发心 也希望呢 大家一起来发心发愿 我们昨天做了这个金刚经的 全球云端的血经 从早到晚呢 我们有很多的学长 很发心啊 因为要直播 所以呢 这有的人就说啊 他从来没有一天读了六七遍的金刚经 那也有人呢 从早上五点就开始直播 直播到晚上 他从来没有这样入定过 那我们就把自己呢 当成我们一日的精进 就像禅修一样 从早到晚就一支香 一支香 一支香的念念相继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体验 那这就像住禅定一样啊 那如果我们一整天呢 都是住在善法 住在清静的 禅定的境界上呢 你就会感受到啊 自己的内心 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发喜 以及呢 一种殊胜的快乐啊 那我们的发心 不只是自己修行 而且还可以成就他人 可以帮助大众来修行 这就是回向最殊胜的意义啊 那希望大家呢 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天的金刚经的血经 那我们也一起来共同参加 那我们也一起来共同参加 这个账号呢 就是Zoom的这个账号啊 那我们呢 来到一卷主的这个花言经的 诵经的账号 它还可以延续一整天写经 乃至于还有拜万佛 有的人没有工具 或者是呢 这个眼睛啊 真的是不行 那没有办法持续的 一直专注在写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也有开设一个 李万佛的教室 那有这个李万佛呢 我们随着血经的进度啊 每天拜一百拜 两百拜 甚至于呢 我们随着这个金刚经的进度呢 可以把万佛给圆满 那也非常非常的殊胜 那想要报名的呢 我们可以协助大家 那取得这个万佛明经的课本 那个网路上有很多可以下载 甚至于佛陀教育基金会 也可以请 可以请得到这个法本 或者是呢 禅愿也自己有应行 这个万佛明经的法本 这都可以 那我们也帮大众呢 准备了这个金进卡 可以记录 我拜了多少的万佛 登记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来跟师父领奖品 那师父呢 会给你更大更大的奖品 那大家很期待 那其实呢 修行啊 就是互相鼓励 各位的发心 各位的用功 各位的上限精进啊 对师父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呢 就知道 这个行菩萨道 不孤单 大家都一起可以向前行 那不只是师父在用功 大众也一直在用功 那我们就会对佛法充满了信心 对于众生可以成佛这件事情呢 充满了信心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可以成佛 而且一步一步的 趋向于圆满 那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要继续的发心 来成就更多的人 带动更多的修行的因缘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可以为佛法 可以报恩的方式 希望大家一起来 共同发心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